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能够在西藏种出真正原产的藏文花 我相信意义非凡 12月份我就毅然决然地 从内地空运了8000株的藏文花的种球 到达江汁 我们开始试种 结果呢 在次年大获成功 这就坚定了我的信心 2017年的6月份 我再次从内地 引进了46万株种球 结果在2017年的10月份呢 46万株藏文花全部盛开了 决定藏文花能不能长得好 有几个先决的条件 一个就是温度 最核心的就是湿度 但是西藏最致命的就是湿度非常的低 所以我们只有来不断地充分地给水 保持那种湿度 在西藏 真的是没有前人来做过这件事情 一切要摸着石头来过河 我们到西藏来投资账望的产业呢 得到了上海政府 上海元帐 西藏各级人民政府的关怀和支持 给了我们很多的优惠的条件 你比如说企业所得税 内地是25% 西藏日卡这边只有9% 可以这么讲 没有上海元帐 光靠我们各努力也是不行的 我们这个产业呢 是劳动密集型 所有的每一个环节 都是靠人工 靠手工 这就给当地老百姓 特别是在我们基地周边的老百姓 他们有一些工作可以做 我们讲能够这个劳动的 这些弱势群体都可以来参与到 这个上海化的种植过程当中 从中的年龄 在这一年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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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季的时候 他们一天可以收入200块 旦季的时候 每一天可以收入100块 旦季的时候 只要让他看到希望 或者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收益 他也会全力付去干的 我们帐红花公司 发放的工资达到35万多 增收脱贫的帮助是非常明显的 种植帐红花的农牧民进行技术配训的同时 我们也加强对农牧民积极主动脱贫的意识的培训 从而把扶贫与扶质结合起来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像我这样一个年龄 40多岁一点的人 其实感触是非常良多的 我们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农牧民 能够让他们脱贫自负奔向高 我们个人也体现了人生的价值 真正地做到雪域盛开 幸福之花 幸福之花 幸福之花